今天好晚安 混講好想你喔 昨天晚安 今天很辛苦嗎 今天趕作業而已其他還好 但因為昨天熬夜的關係 我今天早上起床的太晚 阿博晚安 晚餐吃了 阿博晚安 晚餐吃了 今天自己做蛋包飯 好久沒吃了 對 而且不小心吃了三顆雞蛋 然後200公克的 還是200克 200g的 白飯 上次那種單包飯嗎 嗯 有一點像 有一點點像 可是那時候 沒有那上次 是沒有飯 上次是 我還以為是200公克的 沒奶汁 不是不是不是 我也想吃單包飯 你不是常常吃嗎 最近 烤士晚安 這是雷娟C超 心理線很紅玫瑰 有沒有吃甜點 甜點我今天沒吃 但我又買 我昨天買了汽水 所以今天應該也喝那個 對 咻咻 先生晚安 好久不見耶 最近大家是不是一樣搞 對啊 但我習慣了 就頂多 過10塊錢而已 你有沒有看新的黑市嗎 我們還沒看 我等等再看 沒有我很少點蛋包飯 翔哥晚安 阿爺晚安 有奇怪的抱枕 今天不能看很久 好沒關係不然我先唱歌 好不好 對啊 我大概知道你要買什麼 但沒關係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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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謝謝 生日快樂 希望今年 也過得順順利利 28歲吧 我記得我跟你同一屆 對如果我沒有玩毒的話 你生日快樂 你的頭髮今天好像特別好 還好 謝謝CC的帶我去流浪 謝謝 生日快樂 謝謝送我新日草 啊新日新對不起 大家晚安 今天很忙 對啊 辛苦了辛苦了 好老我學弟 他是學弟喔 他是學弟喔 翔哥 對 你跟他說很老 表示你也很老 過單晚安 謝謝 呃 玉哲晚安 喂喂 還是飛飛 晚安 我很少 我很少會一開播就 幫大家唱歌 我都是決定 快要結束的時候唱歌 所以我有時候常常忘記 也不是忘記 就是 明明開播的時候記得 然後關播的時候就是 好那我要關播了 太麻了 翔羽晚安 好好 好嘶嘶 翔羽晚安 好啦好啦 我們好好過很棒的生日吧 對啊 生日當天很忙 如果不是工作的話是好事 對我相信 我相信你現在過得很好的生日 對 然後就是一點點 今天吃漢堡王 罪惡漢堡 最近漢堡王不是出那個嗎 肉 用肉夾的漢堡 是那個嗎 嗨妞妞晚安 我昨天終於抽得到熱狗服裝 恭喜 很怕大家都有抽到耶 對我想說 我現在有兩件 戴耳狗屁 搞不好大家都抽到之後 不想跟我換 現在換搞不好比較好 大家可以寫一下 不像我生日都在工作 等一下工作 我說我生日有 有一年生日也是在工作 我真的那時候真的很想哭 Ruka有抽柚子 有 只是 我沒有跟柚子拍照 我們有先在柚子那邊 然後我直接放在公司 然後就走了 我應該要先拍照才對 整個有點厚 所以我在想 我應該要發什麼照片 配那個抽柚子紋比較好 我等到你最後一次的半身寫寫 全身咧 是不是要吸 對不起 是不是 對不起 我以為過敏好耶 還髮型 沒有麵包的漢堡 謝謝小玉的紅玫瑰 謝謝 謝陽晚安 每個人都有柚子 對啊 小雞晚安 去公司拿柚子 可是我這幾天都不會去公司 我昨天有去 那就要留言比賽了 那我明天翻好不好 我要去噴個小朋友 等我一下下 我的小朋友咧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哪裡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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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這裡 在這裡 我的新朋友 我有給你們看過嗎 有變小了 來這邊賽件起來 參考好可愛 小朋友不見 變成小朋友 對 變成我的好朋友變瘦了 小玉晚安 可是這種的比較好用 謝謝JunoJuju 你雖然還沒出現 我是完全沒看到他出現的樣子 對 這跟法仁能噴很多次 這其實還好比較好噴 胖胖那個比較難 對 就是他還會 一眼子動一下 比較好噴 這星期只有今天直播嗎 沒有耶 我10月1號也會開直播 禮拜天 這可以噴110次 就有的才120 了解 那應該可以撐了很久 我發現這個也蠻有效的 就是過敏最嚴重的那天 我噴了這個就不會過敏了 啊不會流鼻涕了 你繼續晚安 寵物島呢 寵物島是20 預計29號開直播 對先跟大家講 一樣晚上7點 喔這是台灣做的 有了解 這腳架真的 可以了 明妮晚安 今天為了守護學弟綁衣 我忍住不丟禮物 但感覺到他 他沒有要看直播 等一下 露卡這次還會緊張嗎 可能會喔 但應該不會比第一次那麼緊張 吧 這件裙子好久不見了 你說 喔對 因為我等一下要拍照 等一下要拍寵物島的宣傳照片 但到耳狗我已經拍完了嘛 所以我在想 我應該要 我應該要 穿什麼比較好 所以我在想說 我 頭上 頭上 頭上就是放了他 然後就是 上衣就是盡量跟他穿很像的那種 如果放一 比起離我更想要先生看了我就好 可是他應該沒辦法 難過難過 今天晚安 還會再直播一次 對 兩次 總共兩次 雨南晚安 29號發生我應該好好看 等一下我的腳 這樣真的 最近很 很不會平衡 應該可以了 阿秋晚安 這樣咧 摸摸晚安 路可今天會開多久 兩個小時 久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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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楠飛哥晚安 我看一下 謝謝雷俊雷克星 我現在在看那個 從我倒的Yummy Shop 黑市 嗯 不知道應該要不要買 我在想 其實黑市的東西 因為 都很難還 對 有什麼想買的嗎 都 目前看起來都很好 上週的 有阿 有買 有買兩個 可以買那個雞肉三衣 嗯 我應該是不會穿嘛 對 喔 遊戲裡面的 東西 黑市 說展報真好想買一個來玩玩 喔 那個我可能之後會買 是韓文 恩 對 每次拍照都 沒有啦 宣傳照片 我在想 怎麼拍 就是想說這個裙子 剛好是黑 黑粉白 就很好 但是我在想 上衣要穿什麼 比較好 嗯 苦羅米 醬 你有VLOG嗎 沒有 苦羅米風格嗎 搞不好會拍很多人 欸 其他角色的風格 是不是有一件愛心的小背心 有 但是那個我好像 恩 寵物 不是寵物的 欸 叫什麼啊 之前有一個遊戲 玩國技人 我好像玩國技人的業配 也是穿那個 的樣子 對啊 但是你們會在意嗎 如果你們不會在意的話 我可能會穿這件 但我可能要先找找看 我在想 好麻煩 因為我衣服太少 能穿的衣服太少 所以 就是 每次要拍 或是宣傳代言的時候 穿的衣服都很難想 很難想 下禮拜六衣服才來 當然不在意 陸卡也會觀看人事業記壓力嗎 多多少少有啊 我也不希望 他們覺得 欸 劉佳的好像 沒什麼人在看 這樣 不然拿出很久以前的那個三太子 三太子我打算丟欸 玩國衣服你一樣 我可以寄給你 玩國衣服 我有 沒關係 沛提晚安 對 玩國衣服大家都有 但是 我還在想 但是 我等一下 所以關播後 要就是 要我拍那些照片 喔你以後就不見 晚安 Ruka不是還有寵物島的衣服 有啊 可是 那個 我不確定能不能拍 其實我蠻想拍的啊 謝謝大御守 對啊 因為那不是我自己買的啊 所以就 不知道 我怕那個產商覺得 欸那個這個不是 就是送禮 為什麼劉佳有這樣 就是 嗯 反正就覺得怕很麻煩 所以 就先 先不要 這樣 我腳架可能要換新的 他 他真的有點不穩 這樣有嗎 還有從我導的IG直播 有 29號 雨季 你現在動居家服好可愛 Thank you 這位晚安 暈了暈了 對啊 好先這樣吧 對 Ruka下面穿的是粉絲見面會的 沒錯 這是粉絲見面會的時候 穿的 大家一起買的衣服 日本坦基赫德買的嗎 你說 什麼東西 你說這個腳架嗎 還是 好漂亮 謝謝 要不要清一下鼻涕 應該不用 連身居家服 連身居家服 連身居家服是哪一個啊 是大人狗那個嗎 不是 那不是唐吉赫德買的 不是 Ruka中秋有要烤肉嗎 感冒還沒好 是過敏 中秋節 我覺得 我應該是在家裡一個人過 等一下中秋節是什麼時候 28還是29 如果是29的話 晚上要開直播 日本人會過中秋節嗎 不會 那是因為我在台灣 所以就是覺得 什麼都不過好像有點難過 但如果那個很想買 感覺很好當睡衣 所以我發了那個照片之後 廠商也問我 那件是在哪裡買的 然後我就傳給他們 網頁 今天有點可愛 有點可愛 謝謝 對啊要開播 有從未到直播 那我們大家一起過 廠商也有興趣 是被肉肉 我真的好想烤肉 可以去烤肉店開直播 可以去烤肉店開直播 一邊吃肉 一邊吃肉 然後一邊玩Libri 我想一下 所以要在哪裡買 網路上可以買 網路上可以買 亞馬送 亞馬送 我記得有 中秋節吃烤肉會覺得奇怪嗎 不會啊 寵物的肉 你跟公司說 那是在宣財 可以在外面開播 不行啊 不行 該買一件了 你們要買喔 因為熱天女孩他們在日本 彈吉賀德買 可是是跟我的一模一樣嗎 應該不是吧 謝謝北極熊的相遇 而且彈吉賀德的 這個 山莉歐的東 雖然我也有買過 常去喝酒的衣服 但是 不是 長得不太像 班長晚安 冬天快到了有點需要 那衣服我看官網站很貴喔 喔真的嗎 我找到的是 啊謝謝妮妮少啾啾你 我給你們看網站 我找到的是日幣三千多 喔不便宜啦 對 這個時間まだ起てます こんばんは 最近有很多作業要做 所以有點忙 有點忙 為什麼妮妮就有出現 對啊 為什麼妮妮就出現 然後妮妮完全沒出現 是我的直播的關係嗎 鼻風良くなってる 阿尿ルギですか 欸 其實是 我之前沒有名字 但是現在突然 鼻水出現了 先ほど 我只是做了 但我今天又不好再多丟 為什麼 因為它太短 看人品出現真的 謝謝順利的祝祝您 喔它的也好短喔 但是還是有出現 這個會不會聽到的 阿尿ルギ 結構痛苦 一日一回二回 等我一下喔 因為會超過先生 可是先生又先 又沒在看我直播啊 net 我問您的是 所以這太後面 那個是 週後 hue 只要そして 我剛剛只有噴一次,所以再噴一次了 公園排練還順利嗎? 就是我上次 我上一次嘛,我上次開,禮拜天開播的那天 那天就是早上有六個小時的培訓 那個之後就,目前還沒有培訓了 就是這幾天要自己好好複習一下舞蹈動作 然後再過了幾天,可能就是大家一起點這樣 有一點擔心 中秋前會烤肉嗎? 目前是不會 謝謝小晚安 六個小時是什麼? 體能... 體能斷練是不是? 超辛苦的 你有信心嗎? 你說什麼信心? 舞蹈表現嗎?還是 公園,我禁練了 這次準備的時間 就沒有很短了,說實話 所以我會好好跳 MC還沒...我還不知道要講什麼 雖然我們10月可能沒有辦法去 酷酷 MC吧,加油加油 通常MC是公園前一個禮拜 可能才開始想 頑張って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 我現在才發現 這個酷酪米獎是麥當勞的那個 應該是 兒童 那個叫什麼 以前麥當勞兒童餐的玩具 嘿嘿 沒問題我都會在台下為你努力一緣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我也希望 又放在頭上 對 我要在家裡幫你尖叫 嘿嘿 有看 有看我就很開心 謝謝米酒送我一顆心 謝謝送我煤光燈 謝謝 謝謝 按下卡拉肯的相遇 那個有辦法放在頭上 應該沒辦法 所以可能只能這樣拿 然後就拍 嘿嘿嘿 我目前就 我目前只有這個 我給你們看好朋友 就是Kiddy醬 嘴巴變成提可咪的Kiddy醬 還有 大兒狗 對 還有他 還有美樂蒂跟酷氣兒 對 我等等在想怎麼配衣服 這個是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媽幫我買的 對 就是 對 我印象蠻深刻 好像是香港的機場嗎 還是 電車站 反正就是有 有賣Kiddy醬娃娃的店 然後我就 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跟我媽說 欸我想要這個 對 然後我媽就幫我買 很久以前 對呀 是正版的 沒錯 還有 Sanryo Smile 對 看一下 對 是正版 你以前喜歡Kiddy醬嗎 其實還好我一直都喜歡 今天大兒狗是我大概 國小一兩年 一二年級的時候喜歡 大兒狗以前 我 我想一想我是喜歡什麼 美樂蒂還是Kiddy醬 大兒狗以前 我都是喜歡 Doremia 只要是粉紅色的東西 我都很喜歡 小時候也很愛收集Kiddy 也是很久以前 對 你們是 有喜歡過那個嗎 小時候 那個叫什麼 麵包超人嗎 三流角色 哪個最喜歡的 Sanryo Sanryo 是 Oshiva Sanryo Oshiva Sanr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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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 大家都一回 安パンマン 都會拿出來 完全不換話 我比較喜歡Pikachi 麵包超人 我小時候很喜歡 現在還好 現在不會 我也沒有很喜歡 現在我也還好 就是 聽說小朋友 都會喜歡圓的東西 然後麵包超人 就是剛好 全部都是圓嘛 他臉也是圓 鼻子也是圓 眼睛也是圓 對 所以 就是嬰兒 很多小朋友 喜歡麵包超人 是因為這個意思 我也很想換頭 沒喜歡過 臉部一直不為神 不為神 不為神 裡面包很動 對呀 安パンマン 子供って 丸的東西 好 普通 別に 今大人になって 看見 別に安パンマン 可愛くはない でも 子供が 好き 好 子供って 丸いものが好きらしくて で 安パンマン全部丸ででき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頭も 鼻も 目も だから 好きになるみたい 我一直很想吃吃看 他的臉 我有吃過麵包超人的 紅豆麵包 滿好吃的 那有人喜歡 塔馬斯小火車 男生的話有可能 我是沒有喜歡過 塔馬斯 因為滿可怕的 但我也滿喜歡 咖哩麵包 我說 吐司超人 他也圓圓的 我比較喜歡 小病毒 其實我最喜歡 我最喜歡的是 白金マン 白金マン 跟 我小時候就比較喜歡 反派的角色 對 每次 每次 就是麵包超人 跟 白金マン是什麼 戲劇超人嗎 應該是戲劇超人 欸 戲劇人 白金マン 戲劇人 對啊 每次都他們不是 那個嗎 battle 然後每次都覺得 戲劇人加油 加油 又輸了 可惡 我是不是 從小就個性不好 我就是真的很喜歡 戲劇人 我就是很 很希望麵包超人 他們有一天 真的輸掉 因為他每次都贏 覺得戲劇人超可憐 就是希望 反派的人 有一天 有一天 可以贏他 這樣 Ruka都支持 不會贏 因為對 因為每次都覺得戲劇人 真的很可憐 超人通常是好的菜 你們在找圖示超人嗎 我來了 他會他的經典台詞 你會他的經典台詞 是 可能 Ruka 反社會人 搞不好 我的前世 是反社會人 我不知道 很可憐 idle動假如药还是適擇点 但每间里都相珀都 calculation 食物可以做的 動物是餐 preserve 也就有一些肆放 笔也都很適合 但是费用生物很快便 新鸽子生哪 cho苹果 那你很適合看Avengers 3 真的嗎 復仇的聯盟其實我目前沒看過 迷人又可愛的反派角色 火箭隊 我好像也蠻喜歡火箭隊 火箭隊就是小時候 長大之後我也知道 英雄也其實蠻辛苦的 對 為了保護大家的平安 Ruka我要去忙了 希望你這期間都可以開開心心 謝謝妮妮 晚安 掰掰 謝謝妮妮的籤子賀 那Ruka看寶可夢也會希望火箭隊三位贏嗎 小時候 呃 還好欸 小時候 呃 但是那時候覺得不希望火箭隊的他們在 呃 在一直都很難過這樣 我想要那隻會講壞的喵喵 謝謝Rever的紅玫瑰 火箭隊根本就是超專情的 對 公主都很喜歡亂跑 背壞人狀 小雞晚安 小雞三位斯 其實就是兩邊的立場不一樣 但多數成為了正義 很像巧時候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輸的人是弱弱的 就是每次都沒有沒辦法贏 真的很可憐 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他們可以贏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的子女 小時候的子女 我還想不想 還想不想 所以我還想不想 Snoopy也可愛 我好像大人變大了 Snoopy很可愛 我當時的子女 那Mario很喜歡KOOPA嗎 Mario Mario我都還好欸說實話 Mario我都還好欸 沒有 KOOPA是因為我 她是因為把公主 就是抓抓去然後關關他 所以他明明就是做很壞的事情 長大才發現其實反派都比較聰明 喔對呀 所以我以前小時候安班牌 見到時是壞金曼派 那種類似是 主人公喜歡的 我現在是不好的 我喜歡的朋友 我都會比較有 我會比較小時候 我會做到的事情 我會說 我會做過的事情 我會做得到的事情 我會做成功 我會做好 我會做一回 我會做什麼 我會做了 我會做什麼 我會做的事情 主人公のアンパンマンが毎回バイキンマンを倒すっていう そのシーンしか大体覚えてなくて それを見てて バイキンマンかわいそうするじゃねみたいな だから毎回バイキンマンを応援してましたね 毎回頑張れって思ってたんだけど 毎回負けるから 小晚安 いい人だったのかな 我現在用日文講發現 有可能因為我小時候看麵包超日 然後因為太小嘛 然後故事什麼都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但是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 麵包超人打敗戲劇人的那個畫面 就是安パー 假如就打他嘛 然後每次都 還有耶吼 然後就 戲劇人就輸了那個畫面 所以我可能就覺得 戲劇人怎麼這麼可憐 搞不好他前面做了很多 超級壞的事情 但是其實 兒童劇 兒童動畫裡面的壞人 都其實都沒有超級壞 對 まあでも 安パンマンの悪役だから 子供向けアニムの悪役って そんなに悪い事実際 あんな酷いも本当に酷いって思うほど 悪いことはしてないから 他應該也沒有壞到哪句 喔對啊 但是戲劇人蠻可愛的 但是戲劇人不是有差一點點贏過 對每次都是差一點點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惜 對而且 謝謝 昨天送我月餅氣球 而且麵包昌人身邊不是 都有很多夥伴嗎 然後他也有什麼 那個 ジャムおじさん 跟バタコさん 還有狗 還有很可愛的狗狗的陪伴 然後也有很多夥伴們 吐司超人啊 然後也有很多女生 可是戲劇人就只有一個 只有ドキちゃん跟那個 那個骨頭人 對啊很可憐欸 就他朋友也很少 想說 M先生晚安 但是長大後的故事反而發也有自己的 對啊不是正能悪 我是長大後才發現 喔其實當正義的主角 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子供的頃から悩みが大人になるか いや大人というより多分ひねくれてた だけなのかもしれない 謝謝M先生的祝祝你 每次咖哩都在那邊留堂で 哈哈 咖哩麵包 他應該先打敗果醬爺爺 就不會有人幫他復活了 哈哈 ドキンちゃん案外 一番悪いドキンちゃんなんだよね 可愛顔してね 嘿嘿嘿 搞不好就是個性最不好是ドキンちゃん 不是戲劇人 破角很吵 有人喜歡奶油妹妹嗎 奶油妹妹 果醬酥酥的那個 バタコさん バタコさんに中国語で奶油妹妹という あまりバタコさん感がないけど 所以說麵包超人不是很怕水 對啊 對啊 麵包都怕水 バタバタ走るよ バタコさん みんなが大好き アバタマ 可愛い顔してあの子は結構あるもんだね ふふふふ 叔叔怎麼變年輕了 叔叔 え? 是果醬爺爺喔 不是果醬叔叔 我是不是講錯 果醬爺爺 日本語だとおじさんなんですよ 日文是果醬 果醬叔叔 じゃむおじさん 不是じゃむおじさん 還有一個頭長的 很像薯條的 我一直忘記是什麼麵包 很像薯條 是哪一個啊 なんでそん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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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にも ポンちゃん好吵 吵死了 真的很吵 アミンの歌ですね あ!カシダッタノ 沒有ポンちゃん在玩 他的玩具 ごめんなさい分かんなかった 笑 笑 我找一下 很像薯條的 アンバマン ポテト 對 因為麵包超人的角色也超多 爛掉的チチ 對啊 對呀 奶油麵包小弟 這是什麼 這個嗎 クリーム版嗎 這個嗎 幸好破甲不是狗 不然會更吵 其實我小時候看的時候 它沒有出現這個藍色的 對 它叫コキンちゃん 可是コキンちゃん 我是長大後才知道 對 麵還有根本不是麵包的飯糰超人 還有什麼天丼人嗎 有一個超人不是拿那個 然後就是一直敲自己頭的那個 天丼動動 天丼動 我記得是叫什麼天丼超人嗎 等一下 找一下 我小時候覺得它很ㄎㄧㄤ 天丼滿了 天丼滿 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它每次都敲自己的頭 還有什麼青蔥超人 苦瓜人 咖哩麵包超人選我 可是它新聞不是很少 喔對呀 咖哩麵包還好啦 比起其他 其他小角色 初めて見到 啊 本当 哈密瓜超人 是不是就是菠蘿麵包 日式菠蘿麵包超人 應該是這樣講 對 你看過 你看過 嬰兒超人出場 有 我知道 只是 赤爪嘛 赤爪嘛 可是可能真的是 因為我真的是超級小的時候看 麵包超人 所以故事什麼的我都忘記 たまにしか出てこないキャラゴヨネ アンパンマンシリーズ そうそう あと私小時候 あの カバオくんって知ってます カバオくんが嫌いだった 你們記得他嗎 我小時候超級討厭他 美味い 每次都拿到 拿到麵包 很美味 吃 小時候覺得他真的 大 大臉皮嗎 厚臉 很厚臉皮的那種 對就是有一隻河馬 でで後眼皮 カバオくんね すごい厚かましいキャラクターだったと思う 確か 跟袁太一樣討厭 有一點下有一點下 對對對 如果是柯安南裡面的話 就是袁太的那個角色 袁太的position的人 每個動畫都會有一個這種角色 對 我想一下 厚かましいキャラクターね そこなんていうゲンタ 胖虎嗎 胖虎 胖虎有點像 他跟細菌人的 mix的感覺 久々に来たぞ 日本語 每個故事都會有一個厚臉皮的胖子 我想一下 還有還有什麼 好像幾乎每個小朋友看的動畫 都會出現 後年皮胖子 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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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丸子 でも他に思いつかないんでよな 小丸子 小丸子 櫻桃小丸子的話 就是那個 小すぎ 有一個不是 雖然平常個性非常好的小男生 但是 只要跟食物有關的話 他人 他個性就變成 超級壞的那種 超級厚臉皮的角色 小兵嗎 有點忘記他的名字 都會故意來一個搗亂的 對 今日は熱い 河尾君と他二人ぐらい的角色 なんかウサギの角色とかいてよね でも河尾君が 一番 なんかちょっと 厚かましい角色だった気がする 確かね 意外といるんだよね なんか アンパンマンの仲間たち 我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 小兔子 跟 就是他 他要這個男生 他是老師 忍者哈特莉呢 哈特莉有嗎 等一下 是這個等我一下 這個啦 這個這個這個 欸不對不對 等一下等一下 小すぎ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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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櫻桃小丸子裡面 櫻桃小丸子裡面 男生 男生 就是可能 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 就是朋友帶來的 小伙伴嗎 然後只要是那個是食物的話 小すぎ就想要把全部都自己 那個全部都自己拿掉的那種 那種 那種害人 但他平常就還好 勇哲嘴巴也很 勇哲就還好 勇哲是一直都很壞 露卡喜歡那 兩個踢足球的嗎 你說櫻桃小丸子裡面 欸 他們名字叫什麼 杉山跟 杉山君 杉山君 田中君 每次藤木都被擁著嘴 你問一下啊 我忘記他的名字 大爺 大爺 大爺跟 杉山君 杉山君 這個字我不會唸 什麼一個木 然後一個尖尖尖 然後再加三 啊對對對對 那兩個嗎 那兩個 我還好 我比較喜歡花輪 花輪 這個不是 就是以足球外那兩個 什麼意思 就是以足球那兩個外版型 因為是錢嗎 一半是這樣 沒有啦 他其實蠻成熟的啊 比起其他 小屁孩比起來 對啊 而且對女生也很好 不覺得嗎 還是你們覺得其他的 其他角色 我現在看一下其他男角色都沒有很好 除了大爺跟剛剛那個一樣 跟小夫 小夫不行 小夫我不喜歡 因為他是 因為他是媽寶 對 有人統計過 櫻桃小丸子裡面的個性 比較好的都是長得比較好看 然後個性不好的就是 長得沒有很好看 這邊寫就是 上面是 上面是個性好 然後這邊是個性不好 然後這邊是有人 沒有人脈 然後這邊是有人脈 對 然後就是 就是中間是豬 中間是豬太郎 然後小丸子就沒有 沒有在裡面 然後他 以他的統計來講 個性最不好的就是前田 有一個女主角 有一個女 欸 女生角色叫做前田 美環的聲音很好笑 哈哈確實 作者現在會不會被 罵什麼 顏值差 還好還好 沒有 但是其實 人的個性也會出現 臉上 該怎麼講 野口是 我看一下野口在裡面嗎 野口沒在裡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一下 做這個圖的人 喔對 這邊寫說 野口就是 沒有人知道他個性是什麼樣的人 所以沒有在這個表裡面 對 然後小丸子是主角 所以也沒有在裡面 對 我很喜歡他 其實野口我也蠻喜歡 就是很特殊的角色 這個臉的角色 嗯 喔對對對 就是 咳咳咳的那個 而且他很喜歡 他其實蠻喜歡那個 日本的搞笑節目 對 我想一下還有什麼 小朋友看的動畫 可是我怎麼以前覺得小丸子很欠揍 小丸子其實蠻欠揍的啊 但是他 不是真正的壞人 他蠻好笑的 最近都看什麼動畫的搞通 像是什麼呢 準備叫晚安 跟著 小丸子的小丸子 我小時候是小丸子的小丸子 好解不解不出來 但是我以前小丸子的小丸子 我以前看大小丸子的小丸子 好像多大小丸子 那個小丸子 我是很濃的 我就是花瓦子的 哈哈 呵呵呵 Hanawa君那種意味的不分不分不懂的地方 美少女戰士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美少女戰士嗎 想一下 以前蠻喜歡水星 最近動畫 比較刺激吧 一不小心就爆雷 想玩這爺爺年輕的時候很強 想玩這爺爺 歌系也蠻好笑 年輕的時候是一舉超人 只是頭髮一樣而已啦 短髮水星 2.5條 Hey baby 今日も綺麗 我不知道日文 日本的 我有點忘記日本的聲優 是怎麼 Hey baby 今日も綺麗的ね 今日も綺麗的ね 絶対違う吧 中文版的 中文版的花輪比較有一種 中文版的花輪的聲音比較好笑 看來露凱沒追周數 對啊 還好露凱也不知道2.5條是什麼 我知道了啦 我知道了 我最近也被爆雷啊 然後就是5條什麼 5條怎樣怎樣 似乎不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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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喜歡5條的嗎 最近一直都在討論啊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就是被說 我都沒看 還沒看 已經被爆雷了 什麼什麼的 我最喜歡的角色 喔真的喔 三毛舞請證明 2.5 今日は一段と美しいね いいことあったのかい セリフはこんな感じ Hey baby 今日は一段と美しいね いいことあったのかい でもなんか こんな感じの喋り方だった気がするけど 気のせいかな 違うかな 我聽一下日本的花輪 喔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是別人的禮物嗎 花枠 花枠 花枠くん喋んなかった 全然 ちょっと待って これで Hi baby 元気かい Hi baby 元気かい 可是這是舊版的花輪 所以 我發現以前的 小丸子的聲音 也就是比較 有一種欠奏感 最近的版本就 沒那麼 沒那麼欠奏 嗯 昔の ちび丸子ちゃんのさ みんなの声ってちょっと なんだろう あんまりなんだろう 子供の純粋さあんまり感じられない感じの声だよね 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 笑 その 丸子 丸ちゃんもそうだけど 今の丸ちゃんの方がなんか 今の丸ちゃんは可愛い感じの声なんですけど 昔の丸ちゃんはどちらかといったら面白い感じの声 言いたいことはわか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毒があると思って 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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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のある声 上手い上手い上手い 上手い上手い 對 就是剛剛Haruさん說 以前的櫻桃小丸子的配音人 配音人其實沒有變 只是他們的 假話方式就是很有毒 以前的啦 以前的 就是 比較欠奏 有一種欠奏感 也有一種 吐槽的感覺 吐槽的感覺 對 聽一下 嗨 ベイビー元気かい ベイビー 大丈夫かい くじけちゃダメだ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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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は実にいい朝だね ベイビー 今日は実にいい朝だね ベイビー 其實花輪的聲音優 也是女生 所以 女生 學可能比較像 私は正常に決定 違いますよ 有欠答的感覺 對對對 沒錯 今日は実にいい朝だね ベイビー 正太陰 看一下 ベイビー 今日は よく君とぶつかる日だね やー ベイビー あ 驚かしちゃったようだね これが ダンディズムというものさ ベイビー 到底哪裡有最 這樣的 國小三年級 不然是那個 ベイビ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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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いい あ そうね マルちゃんで3年生だけ そう 確か3年生だったけど する 對啊 我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沒有這種很像花輪的男生 但是一年級的時候有 就是那男生的個性就是很 就是有點像花輪的那種 該怎麼講呢 如果現實中有的話還蠻恐怖的 現在也忘記了 好人也不是吧 這個人大人變成了怎麼可能 想到一人一人 超級小的性格 這種會被當怪人吧 但小時候讓我覺得有一點 小時候覺得這個人長大後會變成怎麼樣呢 那種感覺 對 很可惜他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他回去日本嗎 還是去上海 有點忘記了 雖然瑪宇同級生にそんな大本候補がいたのか そうなのよ 今でも本当に印象に残ってるのが 大喜好 consci っていう物語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一年生の教科書にある 絶対あるんですけど大喜好 consci 所以裡面在各 giorno 或有蛮人 蛮人丸 foram 歌 歌 歌を歌う台詞みたいなのがあって それで 普通の人 音読みたいなのがあったんですよ 席の一番端っこから 丸がついたら 次の人が読むみたいな それで 歌の部分で その男の子が読むことになって そしたらその子が そのおむすびコロリンの歌詞に 自分でメロディーをつけて 突然歌いだして もうみんな えーみたいな こいつすげー おむすびコロリンすったんたん カラカラカロリンすったんたん って呼ぶところを おむすびコロリン 自分でメロディーつけて ほんとに将来が楽しみだって思った あの時は これを使ってみると これをどうやって使用中文講 就是國小一年級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 國文課文是學了什麼 但是我們以前國文課一定會 一定會 一定有 一定要學的課本 一定要學的故事 就是叫做飯糰 飯糰滾了 我猜一下有沒有翻譯版 反正就是從日本 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故事 有點像陶泰蘭那樣 就是 很久很久很久的日本人做 做給小朋友的那種 算是兒童巨幻嗎 對 有一點像 然後 裡面有一個故事叫做 我們是比寬烏龍寧 這叫什麼 飯糰子 這個什麼飯糰子 鼓噥噥噥底轉嗎 不知道這種東西 這個不是古詩 反正就是我們一年級一定會學到的東西 大概的故事就是呢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爺爺跟奶奶 在山上 住在山上生活 然後奶奶把他奶奶做飯糰 給爺爺 當做便當 然後爺爺去 爺爺好像就是去 砍木嗎 有點忘記 反正他去工作 對 然後他要吃飯糰的時候 不小心他的飯糰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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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小心 掉進了有一個洞裡面 然後那個洞裡其實是有很多老鼠在住 然後老鼠 只要那個飯糰一滾 老鼠就很開心 然後就唱 然後那個爺爺就覺得 哇 這個洞 怎麼會有聲音呢 好好玩喔 然後他把 他自己帶來的 午餐的飯糰全部都 丟進去 然後就一直聽 一直聽到那個 歌聲 然後隔天 他又帶來了很多飯糰 然後全部都給那個老鼠們 然後老鼠就出來 感謝 跟那個爺爺感謝說 你要不要來我們家 對 然後後來 老鼠他們做的料理啊 或是很多金幣啊 都給那個爺爺 對 然後爺爺就很開心 對 然後聽到 隔壁住的爺爺奶奶也聽到這件故事 然後就是想說 沒有我們也很想要金幣嘛 對 然後他們就準備了超多超多的飯糰 然後全部都掉進 放進去 對 我記得是這樣 然後那時候 但是那個爺爺壞的地方就是 他沒有等到老鼠要給他們金幣 他就打算就直接全部都 偷走那個金幣 對 只有老鼠就很生氣 把他們咬死 對 這種故事 通話故事 對對對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台詞 就是老鼠會唱歌嘛 OMOS VICOLORINS DONDON 對 這個台詞啊 就是 有一次國文課本 不是 講錯 對不起 有一次國文課 我們都會 唸一個一個唸課本 就是只要有那個 只要唸段 可能第一個人唸一句 然後下一個人唸第二句 下一個人唸第三句這種的 然後那時候剛好那個男同學 要講的就是 OMOS VICOLORINS 通通那個唱歌的地方 然後一般人的話 可能就是照念 國文課本嘛 結果那個男生他自己 創作曲 然後他直接唱歌 然後就是 他自己作曲 唱OMOS VICOLORINS的歌 真的很厲害 我那時候就覺得 這個男生長大 我很想知道這個男生長大 會變成怎麼樣 現場集訓沒錯 我真的嚇到 然後連老師都說 哇 你很有創意耶 這樣 私のテンション その子から電線 いやー それはないと思うけど でも でも思ったね あの時 お父さんとお母さん 一体どういった教育を なされてるんだろうと 遺伝子レベルで それが遺伝されてるのか なんかね すごい気になる その子 苗字も 苗字小村君 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ど 一般 一般 一般是 OMOS VICOLORINS TONTON 他的話就變成 OMOS VICOLORINS 對對對 沒錯沒錯 呵呵呵 いやー どんな大人になってるのかな 他後來 對 但是他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就 他 離開日橋學校 他好像回日本 還是去上海的日橋學校 有點不知道 對 但如果他有看我的 如果有看 有機會有看我直播的話 可以跟我連絡 我還蠻想知道 他現在到底變成什麼樣子 親戚なのかも なんか小室 小室 これだけ あの あの 歌詞に小室 なんとかってい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完全親戚かなと思って そうそう小室 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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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運動回來好累喔 而且他的姓 是日本马友名的音樂家的 跟音樂家一樣的姓 所以想說搞不好是親戚 吉利 下的名字是不覚悟的 Miyuji很印象的 哪位音樂家 你們知道Globe嗎 算是日本歌手 日本歌手 然後有一個很有才華的音樂家 他會作曲也會 也會唱 他會唱歌嗎 忘記了 反正就是 但我這輩子只有遇過 這樣的歌姓的人只有一次 所以真的 很像花輪的男生 其實是 對世界上其實是有 但我其實 我覺得搞不好他長大之後 就覺得當這種個性 有一點羞恥 所以搞不好現在變成 正常人但我不希望他變成 正常人 但我其實蠻想知道 像是花輪那種個性的人 是爸爸教育 成這樣還是他 本身就是這樣的人 等一下 我相信你們班上應該也有很多 好笑的人 就是愛搞笑的 或是 對啊就是搞笑的人好了 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們都是 爸媽 是爸媽也很好笑的人 所以爸媽也一直教育他 所以他才變成這麼好笑 還是他本身 DNA就是遺傳 這樣嗎 家庭比較有可能 了解 十一晚安 爸媽本身是搞笑的人 想說有可能 教育可能真的 所以我很想知道那個以前的 小師同學 爸媽都是怎麼教育他的 才會變成 才會變成那樣的個性 我就是長得很好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絕對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 子供也真是真是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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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爸爸 爸爸媽媽就是 給小朋友念故事的時候 也都是這樣唱歌的方式 念給小朋友聽 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家裡教的 那一家的搞笑是爸媽的關係 欸搞不好有欸 想說一家個性就那麼好笑嗎 搞不好就是 他爸媽 也是他爸媽教育他的 哈哈哈哈 感覺他家很歡樂 對啊 好羨慕喔 我真的很羨慕 家裡環境很歡樂的人 這樣嗎 是嗎 這裡有沒有嘉義人 等一下我也蠻會搞笑的 喔所以旅觀是嘉義人 還是你爸媽就是搞笑的 還是你爸媽就是搞笑的 那我決定我之後 我之後長大的時候 我之後長大的時候 跟小朋友念故事都是 用搞笑的方式 念一下故事 如果是瑠珈姐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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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夠得意的孩子 就這樣教育一下 読聞聞歌詞也唱 可能她突然跳不上 我覺得我是嘉律動 女朋友不是本人就很好笑嗎 什麼意思 一定很有趣 嘉義人 喔了解了解 嘉義人嘉律動 好笑好笑 生動一點的方式對象 還有幫助是真的 突然踊るかもしれない 我應該會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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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我應該會唱 多分 孩子 我應該會唱 我應該會唱 但如果相似的 可能會不會理解 可能會不會理解 太過分了 歌手最棒 真的嗎 真的嗎 我看你平常都蠻生動的 你很會演小劇場 那是因為我沒辦法 只用講話 表達 全部的事情 對 所以才會有小劇場 沒錯 但那種小孩在班上會很顯眼 喔真的嗎 交給寵物貓解決 路卡手腳並用 這樣比較生動 對 對 說話 所以 身振り手振り 用了 大約高校生 大約高校生 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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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MC也可以這樣啊 好像也對齁 大家好 我是來自富山小子 小姑娘光臨遊家 我昨天 起床的時候 我去刷牙 我原本去打算刷牙 然後 這邊有洗面乳 然後打開洗面乳 擠在我手上 我洗臉的時候 發現 那炸的感覺 結果呢 那個不是洗面乳 其實是牙膏 好啦應該是蠻欠揍的 路卡也會用恐怖故事的方式講故事 這是日本高校藝人 不是一直都這樣嗎 一直都是吧 如果要走搞笑路線嗎 沒有啦 也沒有 哈哈哈哈 灌頭音 被電到 消失 沒有其實我剛剛 我剛剛這個故事不是真的 我發生的事情 是 這個是 有一個 有一個日本的偶像 叫做 早安家族的 早安家族的 松倫愛阿雅 在MC講的故事 對 今天晚上 就好像突然起こ過了 所以我把手洗澡 好像很像 在這裡有一個歪磨粉 那裡有洗顔的效果 然後我把手洗澡 然後我把手洗澡 拿著洗澡 好像有了 有了一個感覺 我看見到 這就是她的髮磨褲 Yay! めっちゃHoliday Yay! めっちゃHoliday ウキウキな夏希望 Yay! スーパットサーバータイ 新しい自分を 對對對 就是她 就是她 但是這個就是學Matsura Aya的Haluna Aya的バージョン 合意にHolidayに繋い 実はこれHaluna AyaさんがMatsura Ayaさんの ネタを モノマネした時のネタです 本物はもっと面白いのでHalunaさん 是非見てみてください メスメスメス 我原本要講就是 我要一邊講話可能有一個動作嗎 對 但這個東西就很難改善 對 嘻嘻嘻 這不是老梗 聽你說完總權你實際上做過 呃我沒有 我是常常搞混那個 頭髮洗髮精跟 潤髮液嗎 對因為他們長得都很像 所以我幾乎都 有時候會搞混啊 這不是洗髮精 原來是模範版 對對對對對 可以看一下 我是不是 我剛才以為我的那個 我的脖子 有一條線 在想過 在寫什麼 下面不是都寫英文嗎 shampoo conditioner 但我平常洗頭髮不會 那麼仔細看 欸你們有沒有人這邊 這邊有一條線 我的下巴是不是 是不是裂掉 裂掉 今天鼻子的墨墨墨墨墨墨的感覺 是因為髮型的嗎 但髮型沒有髮型的感覺 所以說不太好 所以說不太好 看你這樣撐著 我還以為你扭到脖子了 酸下巴 這不是酸下巴 屁股下巴 好吧 明明是屁股下巴 還這 還這 那是遺傳吧 是不是亞洲人 屁股下巴的人比較小 酸 但其實摸一摸 是不是大家都有這邊 有一條 一條線 或是 我是有一點點痘 你脖子被碰槍抓的地方 你覺得有好嗎 好像有好一點 其實他不是這樣 他是 我平常不是這樣抱他嗎 這個好了 我這樣抱他嗎 然後他就 他就很想離開 然後他就往這邊 往這邊跑 然後這時候他的腳 就是踢了這裡 對 然後我就受傷了 外國人比較多 無助手的感覺 逆的魅力 變成了 有了 我有三下巴 那骨頭本來就是凹下去 看不出來 了解 所以啊 澳美人是不是這邊的洞比較凹 原來是Katty貓抓的 他比較小隻 碰起來比較大隻 你們好像 那你們有人這樣嗎 有人這邊有一條線的嗎 屁股下巴 其實我目前沒有摸過屁股下巴 其實蠻想摸摸看會變成 是什麼樣的感覺 不然起來沒這麼溫柔的 他們的五官比較3D 對啊很羨慕 真的很羨慕 對 像Zakiyama這樣 Zakiyama也是長大後才發現 我眼睛割了 我家人都沒有但我弟有 真的喔 你是想要屁股下巴嗎 我是想摸摸看屁股下巴 是什麼樣的感覺 Zakiyama有日本語的留言有個 Jadi-san在稱讚你的日文 日文力 女生屁股下巴能看嗎 女生屁股下巴其實蠻 是蠻好看的吧 我不知道耶 我看一下 女生屁股下巴 屁股下巴不是別的語言嗎 下次我怎麼會有機會嗎 有耶有耶有耶 日本人也有 3D 其實我發現 我發現周子瑜這邊也是 有一條線 可是他就很正啊 他就是好看的 這個好看的下巴 老明星林青霞也有 夜局超人有 帶他下巴 是什麼東東 對 周子瑜有 對對對 我剛剛 我剛剛 我剛剛打結子阿公 我就 插到 對 可是他就很好看 對啊 所以我蠻想默默看 對 但是 嗯 日本 目前 我是沒聽過 Ketsuago以外的 意外 除了Ketsuago之外的單字 對 周子瑜沒有很 凹下去 凹進去 所以還好 日文是用 圈下巴 不是 Ketsu就是屁股的 比較難聽一點的 說法 對 就是屁股下巴 Anaではないですね 不是Ana Ana的中文忘記怎麼講 雪嗎 雪嗎 對 不是OCD Ketsu就是比較難聽的 いいKetsuしてるな 就那個Ketsu 對 就男生可能比較 比較用的 今日もいいKetsuしてるな みたい 言わないですけど 那私はそんなこと 言ませんけど 對 你們又學到了一個日文 就是Ketsu 但是叫什麼 什麼 像是還有什麼 Puriketsu Puriketsu就是 屁股很翹又好看的 的意思 對 就是 屁股 Purik 那種 Puriketsu 叫做Puriketsu 可是Puriketsu 就沒那麼難聽 算是稱讚的 但你們不能直接跟女生說 欸你的屁股很Puriketsu 絕對不行 對 這是性騷擾 對 可以用在哪裡 可以 可以自己講啦 如果你想變成Puriketsu的話 你一定要做這個訓練喔 什麼的 什麼專身詞 日文有很多專身詞 對 嗯 不能跟別人說 但是自己 說自己就還好 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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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 堆堆是用在屁股嗎 你的屁股很堆堆耶 這樣會用嗎 會被咪吐 握手會的時候可以講 不要不要不行不行不行 你可以說我自己的Puriketsu 我自己是Puriketsu 是可以 跟女朋友說女生會開心嗎 喔 男女朋友的話 應該是可以 對 那樣會被告 看到我像的時候 日本也有很多疊音詞吧 有很多意思 會被出鏡 Soruka Soruka說呢 如果你有在練的話呢 我就是 我 嗯 還是 男生盡量不要跟女生說 你的屁股怎樣怎樣 就算是好看也 還是不要講比較好 一反萬一 對 就算沒有惡意 盡量不要說 對 夏大雨啦啦啦啦 欸真的嗎 學到了 堆堆 欸咦 咦咦咦咦 神經病 作為一堆 真的夏雨了 喔真的喔? 一般聊天很少會講到哪裡去 對阿對阿 台北好天氣耶 我這邊也還好 台北下雨剛剛出去運動全身是回家 欸 わかんない わかんない 私も聞きたいんだけど 今誰も答えてくれないから 多分ちょっと なんかセンシティブな 単語なのかしら ちょっとよくわからない 可是 那 我想問 端這個單字是用在哪裡 是屁股還是胸部還是其他 還是都可以 剛剛洗衣機壞掉 帆東貿雲來說 我好辛苦了 我最近我們家的那個 我們家的熱水器的那個 電 開電 那個叫什麼 開 呃 散了散了 最近又壞掉 布丁果凍也可以 哦 了解 我以前 我大導遊子開頭就直接 我尻尼會不會被咪吐 他可能會嚇到吧 這個人怎麼 怎麼突然就說我尻尼 都可以 彈跳就可以 吃的東西也可以 都可以中文比較沒限制 なるほどね 確かに 日本ってさ 例えば お尻とかだったら プリプリとか使うけどさ おっぱいに関してはプリプリって絶対言わ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例えばプリンとかも揺れるものはどちらかと言ったらプリもプリプリって言わないよね プルプルだよね だから多分言葉によってオノマトペが違うけど でも 中国語だったら 都愛の一言で これ揺れるものに使う オノマトペですよって 言うのがあるってことなの 多分そういうことか 總管 對對 總開關 那個是非真式的形容詞 反正可以抖抖抖就是那個 了解 皮膚 什麼有下雨完了 我剛要出門 都可以 我都拿來形容小嬰兒的臉頰 了解 對 因為日文的話 不管每個 像是屁股的話 可能會說プリプリ之類的 但是 布丁好了 布丁果凍 這種東西不會說プリプリ 會說プルプル 對 就是 看哪一個東西 就用哪個轉身子之類的 可能 就是要分很多很多 所以比較麻煩就對了 辛苦你們了 如果要選的話 可能就比較辛苦一點 あとなんだろうね 揺れるもの 但是這個呢 馬尾 馬尾 可以說太多嗎 真的有點難 所以 水腹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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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ってなんだろう 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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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尾 可以 好像不會 反正每次考專身詞跟 日太語 我都全錯 馬尾不會 那馬尾都怎麼用啊 搖 搖啊搖啊搖 搖 不知道欸 我覺得日文的碟字都很有趣 ピカピカ 然後這個是什麼 ペコペコ嗎 這個馬尾都比較面白 但是我也不知道 日本語で ポニーテールが揺れてる様子 ふわふわ ふわふわ なんか パサ 哪ていうの ファサー ファサーが ファサ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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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這裡 頭髮就是飄飄 背外來語真的很累 對 髮太短了 沙拉沙拉就是 沙拉沙拉 沙拉沙拉是 沙拉沙拉的中文是什麼 嗯 頭髮直直 然後 漂漂亮亮 然後 很滑順 對很滑順的樣子 沙拉沙拉 很柔順啊對不起 很柔順很滑順 很順的樣子啊 走一個字 沙拉 滑順柔 這個怎麼黏在 沒有錯 沙拉沙拉沙拉 Saranheo 我愛你 Saranheo 愛してるよね 愛してるよ でも韓国のアイドルのことが よく 愛してるよって言うけど 多分Saranheoを 中国語に 日本語に直訳したって感じ 台湾の人も 我愛に 日本人 愛してるって言わないよね 愛してるって言わないよね 大好きですって言うけど 愛してるよ 言わないんだよね そう 沒有突然想到 日本人很少人會用 愛してるよ 這樣 很多韓国女友相 來到日本 常常會說愛してるよ 我想說那應該就是 那邊的Saranheo Saranheo 可能翻譯 直接翻譯日文 這樣 這個年代還會有人說 知道的人知道 但是 不會 以前 年代的人其實也不會講 對 不然日本都怎麼說 好喜歡你 大好き比較多 太正式 愛してるよ 愛してるよ baby 不然我要怎麼跟你告白 比較好 用中文就好 其實台灣 我發現台灣人也就是蠻殘 我自己用中文的時候也會用 我愛你這樣 我都故意跟日本 我想說愛してる 感覺比較特別 日本人也就是蠻殘 愛してる 確實 確實 有 日本人 用心動靜 打字 我愛你 我也愛你 日本語 愛してるよ 是不一樣的 我愛 愛 愛 我愛 大好 所以就是日本 你們有沒有發現那個 愛著你的我 包括你們的歌中從 日文的翻譯是 好喜歡你 對 日文是大好き 對 但是中文歌詞就是 愛著你的我 就是用愛這個字 大概就是 這樣的差別 日本人的感覺 大好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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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我愛你 都用嘴巴說說而已 哈哈哈哈 真不愧是天樂老師 台灣人講話比較浮誇 喔真的嗎 搞不好是 我也不太知道 好久沒練習日文都玩光光 好久沒練習日文都玩光光 對 雖然 我話題突然 完全變成不一樣的 說到那個日文歌 中文歌詞啊 我突然想到 嗯 嗯 蠻果No.2 裡面的歌詞有 裡面有一個 漢堡炒麵混搭 咖哩飯最棒 偶爾來 偶爾來一個烏魚子也 偶爾來一份烏魚子也不差 這樣的歌詞 但是這個日文本來是 炒麵 炒麵 咖哩飯 漢堡拍 時尚分別 偶爾來一份烏魚子也不錯 這樣 對 就是中文的話 順序 不一樣 對 中文是 漢堡炒麵會先 然後咖哩飯 是最後 所以我們跳舞蹈的時候啊 我們後面的人要做那個 炒麵的動作 焖そば 焖そば 咖哩にハンバーグ 這樣 但是中文歌詞是 漢堡炒麵混搭 カリ反嘴吧 就是變成完全 不一樣 這樣就比較順 對 原來是這樣 所以到時候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是會來知道日文歌詞才知道 哦原來這個是炒麵 然後原來這個是咖哩飯的那個 義度人的那個動作 然後這個原來是漢堡 漢堡唱麵混搭 咖哩飯最棒 這個就是跳舞跟休止沒有討論 好 因為天安老師也不知道 我們這邊舞蹈是這樣跳 如果他知道的話可能會 我們歌子可能會變成 超麵咖哩 超麵咖哩飯 漢堡肉嘴巴 之類的 不是啊應該要怎麼 超麵咖哩混搭 漢堡肉嘴巴 搞不好會變成這樣 因為舞蹈是沒辦法改 對啊 每次公演也聽不懂歌詞 反正就是我們有些 我們其實很多AKB的舞蹈 是跟歌詞上有連結 但是翻 有點可惜就是翻成中文就是 沒有那個連結 對 不過我們看公演都聽不懂歌詞沒關係 這首關西槍能放出來 天安老師已經很厲害了其實 關西槍 這首有關西槍嗎 沒有吧 沒有吧 要知道公演歌詞 要等出 專輯了吧 不知道耶 就算要出也不知道是 我們現在的人還是 最初的版本 沒辦法翻中文一定要重新順過 對啊對啊 真的 翻中文真的很難 已經很 我覺得已經天安老師 超級厲害 超級厲害 原本是SK 所以 明古屋是關東還是關西忘了 明古屋是 愛之縣嗎 愛之縣是 關西嗎 但是做此家是 關東人 關東人 愛之縣是中部 喔那應該是中部 對 反正就是做 看做此家 對 因為我不知道 如果是NB N 對不起 NNB的歌詞 是不是都是關西長 因為我也沒有認真聽過他們的歌 文字字 母音的數字変了 所以音加上的音 是很難用的 對 音加上的音 是很難用的 音加上的音 是很難用的 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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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中國語是一文字的意思 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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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B的 TP的歌詞 是很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我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但是一倍的名字 例如 比如說 以前 如果xis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那是一首歌词 那是中国词 彩虹会在暴风雨后转返她的美丽 意思是 虹是 恐烈な雨と雨とかが去った後に魅力を発するものだよみたいな意味なんですよね 人生捨てたもんじゃないよねってすごい覚えやすい歌詞じゃないですか それがそうなっちゃうのが悲しいなっていうのはある 呵呵呵 對 像是我剛剛講的 嗯 戀愛幸運餅乾嘛 就是蔡國輝才暴風玉皇 莊帆他的美麗那邊 日文原文的歌詞是 人生其實 其實也還不錯嘛的這種感覺 對 呵呵 這種意思而已 就是很好記的歌詞 但是就是翻成中文就 變成這麼難 難記的 變成這麼難記的歌詞 有一點點可惜啦 但是我也 我自己也想不到更好的翻 喔 謝謝 M先生的告白氣球 所以絕對人生氣的動物 呵呵呵 Insta的そういうコーナーやって欲しい 啊 その中国語と日本語の違いみたいな 歌詞の違い 啊 なるほどね 台灣歌詞其實 是排斥太直接的表達 我也覺得耶 還有那個碟字嗎 那個叫什麼 啊 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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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好像也就是很重要的樣子 嗯 太直接的歌詞 歌會變得很奇怪 了解 天安老師比較喜歡用比較難的字 不過日文歌詞偏大眾化 對 日本人的想法就是歌詞用比越簡單的比較好記 然後也可能一般人會 就比較好記就是大家可能平常也會就是唱歌嘛 然後去KTV可能也會唱這樣 太直接聽起來有點像對 哦 是嗎 是這樣嗎 就像韓文歌直接翻中文也很好笑 韓文歌有些歌就是根本不是歌詞 就是一堆單字而已 嘿嘿嘿 沙朗嘿嘿 沙朗嘿 我愛你 我愛你 他也直接變成抖音歌 但是確實抖音歌現在比較紅啊 對啊 我姓詩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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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但我其實也很喜歡天樂老師的風格 對 是沒有討厭啊 不是討厭 對對對 就比較好 比較難唱而已 台灣的翻譯也是這樣 以不要聽起來說最高標準的感覺 音樂文化才藝 唱口跟質感日旋宜 對啊 我們歌就是很有質感 呵呵 呵呵 Opah Gundam Style 對啊 都超好笑 啊 也要配合當地的用詞啊 呵呵 我姓公田 呵呵 我姓公田 我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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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字不好聽 就是中文很疼的部分 你討厭的時候應該是被歌詞的時候 對 我姓詩 聽到後來就真的很火大 呵呵呵 我也被 我也被洗腦了 我姓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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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一開始是扭一扭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翹屁股 我姓詩我都沒開聲音 呵呵 但我其實我只聽得懂我姓詩而已 後面什麼 他講什麼我真的聽不懂 有的樂壇可能就會寫詞比較直接一點 我還沒聽過欸 等一下 你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我真的不知道 我姓詩 嘿嘿嘿嘿嘿 我姓詩 嘿嘿嘿嘿嘿 呵呵 你們隨便回來IG一定會看到的 真的 真的會看到 沒關係 你可以不用這麼生動 我聽到我姓詩 都是日本人跟韓國人在跳 哈哈哈 火姓詩 無論何時 與你相似 我都值 火姓詩 紙筆寫次 優惡什麼 嘿嘿嘿 好難喔 跟求佛一樣 我很少玩IG 所以他就是一個扭來扭去的歌嗎 不知道欸 阿俊嗎 呵呵 就一個哭 一堆日韓在玩這個哭 只是他們 日本人跟韓國人都聽不懂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們覺得這只是覺得很洗腦的中文歌而已 captures 然後就只是享用自己的那個屁股跟腰而已 beans 吼吼吼吼吼吼吼 twinkle 來 今日はね 私が悪いですね OK 之前雪貓叫也很好 對啊 雪貓叫就很單純嗎 就大家一起雪貓 就一起喵喵喵喵喵而已 就這個節奏好日動而已 對對對 秀身材用的 沒錯 秀身材用的 歌 只是他們秀身材的美節 對啊 我才 我才不會做這種事呢 但搞不好我 我之後會這樣 搞不好 但我目前 還沒減肥 今天 我在滑Twitter 不是X的時候 就有人說 減肥3公斤等於 自己的衣服 價值 多3萬日幣這樣 對啊 意思就是他們 覺得 肩非 比起穿很貴的衣服 很貴很好看的衣服 肩非 好身材 穿著衣服 隨便一件衣服比較好看 怎樣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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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妹妹們應該是要聊這些 哪一些 念秀一下 有亮眼嗎 好啦搞不好之後會拍 Sanique你好但 太瘦穿起來也不好看 不能太瘦啦 我擅長把很貴的衣服穿了廉價 對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你也沒有很胖啊 人美穿什麼都美 應該是好身材穿100塊的白題都很好看 對啊 路卡的青椒已經拍了 你們到時候期待一下 雖然可能跟你們想像的不太一樣 記得加入我的豆粉 不能說我不是拍REAL 我不是拍REAL 你們到時候就知道了 雖然9月有我總會但是沒有公演 還是覺得哪裡怪怪的 我家裡卡一 就像一架一樣穿什麼都好美 對啊 真的 會驚喜還是驚訝 到時候就知道了 結果只是 路卡做青椒料理的一品 有可能 我雖然常穿 出衣服原有的價值 但我的衣服都很添加 看來要續費了 搞笑版嗎 不知道欸 看來就知道了啦 到時候 到時候就期待一下 衣服有還原嗎 衣服沒有 對啦啦啦啦 到時候就知道了 你們先不要那麼緊張 該回去續費 你們都沒有續費喔 可以這樣嗎 好啦你們 我都在等你們 什麼時候公佈該宣傳一下 我不知道應該是這禮拜 應該會有 露卡影片一定有效果 不一定啦 不一定 等一下你 你 你這樣講會有一點 我會有一點壓力 對 對 不是我的影片 不是每個都有效果 對對對 可能有一個就是 真的是 單純裝可愛的那種 最近要先發寵物導的 喔對對對 沒有 沒有續費 怎麼 怎麼可以這樣呢 沒有乖乖續費 絕對不是不知道 怎麼取消開玩笑 想當初第一首 露卡出品品質保證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但我現在比較煩惱的 就是等一下 宣傳文要拍什麼 應該不會再 不會再穿到ERGO 但是可能上次的照片 再用一次 是有可能 但我想穿黒米醬 好 再想一下 要被判到ERGO嗎 才沒有 喔 妮妮回來了 宣傳IG直播嗎 就是我們 直播的前一天 我們都會發文說 我會開播喔 怎樣 然後就是日本公司也會看 就是 到底幾個人按讚 幾個人留言 幾個人看這個直播 或是幾個人看這個宣傳圖 這樣 所以大家麻煩幫我留言 或是按讚 對 下次是明天 下次應該是29號 對 但我今天就要拍 差不多今天要拍 對對對 那我要去瘋狂留言 我一定要馬上按讚留言 很棒 貼文也有嗎 貼文 貼文 他們會看貼文 對 然後直播的話 就按讚就好 對 因為我留言已經 留言那邊已經關掉了 最近コメントできてないから 頑固 本当に何か分かんないとき 你們 エ文字だけでもいいよ 哈都的エ文字だけでも なんか コメント数が 多いってことがありがたいから 了解 Thank you 你可以到兒口裡面穿別的衣服 對呀 看你是關掉的 對 按讚就好 主要是 看 他們會看數據就對了 就是 到底幾個外面的人 錄人 會 花到 有看到這個 直播 紀錄檔之類 對對對 然後按讚越多 可能 可能也會比較容易出現在別人的 IG動態上 這樣 對 留言可以有三個火嗎 好啦可以啦 可以啦 如果真的想不到的話 數據小組出動 那我要去假裝路人 也可以不用這樣 對呀 不用假裝路人 粉絲越多越好 不是不能留言嗎 一般的貼文 好啦我要拿我的各種 你知道他留言 要錄人 需要我先 退IG 沒有他們會看那個數 不是只看那個這樣 戰術 是會看 這個到底幾個人從這裡按到 限動 按到個人頁之類的那個數據 對 不過路卡真的開啟風 那天Mina看你大耳朵後 馬上去二手 喔真的喔 原來是這 那是二手的 我不知道耶 然後今天我看到粒子穿布丁狗的 那個是不是其實是寒寒的 很可愛 分身大家君出動 怎麼知道直播的來源 他還去面膠 喔真的喔 還有 好快喔 Mina 那個怎麼有點像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耶 但是如果是 真的要買全新正版的話 一定要等 日本那邊出貨 所以一定來不及 感覺好像路卡是第一個穿那樣 其他人才跟上 他們就覺得 欸那 櫃子裡面都有這個 那就穿一下 對方還是女高手生 真的喔 但是認真說你穿比較 欸 不要這樣說 但謝謝 要從日本訂 羨慕可以跟我下面交 而且賣家還是一個JK 重點錯 大家都說你穿那樣很可愛 沒有 是大耳狗很可愛啦 沒事啦 代表我們家都可以 很會想怎麼宣傳 對 但是那個戰術就沒有很多 我好難過 雖然我自己的錯 謝謝 加機上去飛龜的粉絲團 謝謝 謝謝 你那天比較可愛 謝謝啦 呵呵 但是你平常發太熟 因為呢 我原本 對不起 我 大概 差不多這個發文應該是12點又 早上 中午12點又發 但是我 我跟姐姐們看的比較晚一點的時間 所以 後來變成晚上6點發 對 所以就是比較少 直接按愛心有差嗎 直播按愛心 應該是有吧 我不知道欸 應該是有 下次為什麼會不會有人穿那個去我 可以喔 這個真的還不錯啦 對 就是如果覺得太熱就可以脫掉 對 那個其實是扣子的那種 下雨深游了 我看一下我這邊 好像還沒 啊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 可能 我最近有在找 外面的房子 對 就是想要搬家 但是 就是比較便宜的地方 可能就是 沒有 丟垃圾的地方 我很想知道 垃圾車都怎麼丟啊 我知道一般的垃圾是 就是丟垃圾車 那回收車呢 回收車是怎麼丟 像是可能有寶特瓶 鋁罐 紙條 之類的嘛 全部都鑽在一起OK嗎 還是一定要分開 然後一個一個 裝別的袋子 然後就一個一個給嗎 每天不一樣 會是今天是旅冠 明天是寶特瓶 隔天什麼 後天是紙條這樣嗎 但我也有朋友沒有在分 每天收的不一樣 雨冠會自己跳上去 一樣拿垃圾袋 丟垃圾車就好 一般都是會可以丟一般類 旅冠會自己上車 旅冠也是每天變 好所以一定要先查今天是收什麼 才可以丟那個東西 好麻煩喔 萬丹地理站或鄰居比較快 我可以免費幫忙倒垃圾喔 真的嗎 你快上車 網路會寫 另一台車除非只都混著放 每周是固定的 確實有點麻煩 用黑色的垃圾再全部裝一起 而且要固定時間到垃圾 自己倒垃圾真的很麻煩 對啊是我在考慮 我到底要不要搬到那種地方 但是 確實比較便宜 對 真的便宜很多 對沒有管理 管理人員真的便宜很多 我垃圾都搭捷運隨便丟 可以這樣嗎 我有同學回收都每天都 每天帶來學校丟 我都交給捷運站或是公司 或是全家前面的垃圾桶 了解 不能用黑垃圾袋吧 要轉用垃圾袋 那我想 之前我住台北的時候有 一定要用水藍色的 專門的垃圾袋 那新北市呢 台北市現在還是用那種 專用袋嗎 每個縣市不一樣啊 那台北跟新北呢 新北我不知道 新北的話要 OMG好麻煩喔 雙北共同都可以用 紅色的 新北市是紅色 只有台北新北這樣 只有台北新北這樣其他都是隨便的垃圾袋 台北新北都可以共同 新北一樣我都投丟學校 同樣的 但新北買的是紅色 有了解 反正就是 就算台北買 但是台北買的 藍色的垃圾袋可以丟在新北市就對了 但是不能用 不能用自己的垃圾袋 可是要自己追垃圾車真的不太方便 對 所以我在考慮 都可以用吧 如果你又要培訓工作的話 不能自己的 好麻煩喔 好麻煩喔 因為我現在住的地方是有管理人員 所以用什麼袋子都沒關係 他們可能自己包自己的袋子 我覺得到廚園比較 欸對啊到廚園也是怎麼丟啊 垃圾放著沒差 垃圾車時間固定 對你比較麻煩 袋も捨てるんじゃないと回収してもらえないのか いやなんかね 新しく住もうと思ってる場所が 管理人がいないところをちょっと考えてて そこに住むかもまだ分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 そうなると ゴミってさ 元々は大体 下にゴミ箱にボーンって捨てて 管理人とかがまとめてくれるって感じ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そういうのないから 車 回収車が来るのを待って でそこにゴミをこう入れるみたいな形になっちゃうんですけど そうなるとそのゴミ回収車が来る時間帯に 家の下にいなきゃいけないし プレイシーン現在不能寄垃圾 代工事給ルカ そう東西也方便很多有警衛的話 對啊 終於一樣到垃圾是後面的通知 結論還是我每度去ルカ家收垃圾 我都冰冰箱 要到垃圾前 再一律丟到垃圾袋内 除雨不用用限定的袋子 除雨是不是就是自己隨便袋子 然後垃圾車去垃圾車那邊 然後我自己 這樣倒一倒 是這樣嗎 還是 直接丟掉垃圾 或是直接給他們 然後 袋子就他們自己處理 對 直接倒好麻煩喔 而且垃圾車他們會停的時間很短 倒完袋子丟垃圾 自己倒我 哇 一定是臭臭的啊 對啊 我只有我自己就好 如果我可能之後 我跟室友一起住 然後那個室友一直都不會幫我們丟垃圾 我可能 我搞不好真的會生氣 明明就是他們自己的垃圾 然後每次都我自己丟這樣 那還是不要一起住了 我再考慮一下 請室友倒垃圾 室友最好不要找不認識的 好 這室友也太爛 那就 推他房間 第一粉是都送一大箱衛生紙 垃圾在還好啊 食用盤 不然真的會生氣 一定要找很熟的人 不然就自己倒自己 可是我沒有很熟的人 給他服務費 不然超容易打架 而且 我想辦法 我一個人的話 就是我不管 出獄啊什麼的垃圾啊 就放幾天 放 放幾天 然後自己丟都是沒問題的 有些室友還會把垃圾丟你的垃圾桶 這種的我真的不行 你要我跟路卡不熟嗎 你要跟我一起住嗎 我會 經跟那種超級漂亮的女生一起住 你說曾經跟漂亮的女生一起住 原來是可以送生活用品嗎 可以啊 除魚不多丟到捷運站垃圾桶就好了 了解 除魚嗎 除魚可以丟到捷運站嗎 但重點是 我也不一定新的家 到捷運站多遠 結果人家生活習慣很差 了解 因為我聽說 我以前 朋友的 女朋友 就是生活習慣超級不 差的人 可是她是網紅 呵呵 對 就當一般垃圾一起丟 沒有一定 搞不好你之後 會努力吃完不留出獄 很難像是蛋 蛋殼那種 就一定會 丟出獄 但很多爭妹 爭妹真的很 你們可以不要再說 路卡壞壞了 什麼啦 我也是生活習慣不好的人嗎 好像沒有到多好 接下來才叫平衡 脫去外面吃就沒有處理的問題 我之前也有很漂亮的室友 結果都是不打掃的 哇 座位長蟲 像路卡東西就很亂 但我跟別人組應該是蠻乾淨的 應該吧 我不知道耶 再看看我一年後 我的房間是什麼樣 對 其實我們房間很亂是 很亂 很亂是因為 不是因為我 是因為她 是因為這隻 她把我的房間 就是變成亂亂的 我的房間 我的房間 不是我 我 不是這兒 這兒 那是這個孩子的意思 他們把柱子摔住 搭拖拾摔到床上 但是我們把柱子在裏著脖子 在桌上的髮型上的內容 人們的衣裏在裏面上的衣服 都可以把人拖出 那是柱子的呀 對呀 你們應該有看過吧 他直接就是跑進去那個櫃子裡面 然後把我的衣服全部都拿出來 然後每次都是他要上去的時候 把我的那個莫爾嘎 我的娃娃全部都掉在地板上 都是他的錯 然後然後就是你每次 他每次上完廁所就是這樣嘛 他把沙挖來挖去 然後他廁所的身邊 就是現在客廳的地板都是他的沙 啊麥格 都是他的錯 好 洋寵物真的房間很容易變很亂 所以上次衣櫃跑出來那些是碰槍的 啊對對對 真的 這是真的 一定是碰槍的背鍋 好啦 我承擔 他看起來很無辜 洋寵物不是還要房東同意很麻煩 對啊 然後可以養寵物的房間都是很貴 對 要小心家具碰起來破壞不然房東會要賠 對 我現在非常擔心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最近買了 沙發 最近打算要買沙發上 會那個敷的那個布 反抓布 反抓布嗎 對對對 然後可能 床的床墊嗎 那個叫什麼 床單可能也要買新的 反水的床單 但我跟我媽說 反水的床單那個透氣不好 所以 可能很容易發霉這樣 所以我在想怎麼辦啊 洋寵物怎麼會這麼麻煩 保階床單 對 對 然後我想說如果我之後跟室友一起住的話 我應該不會把碰槳放在客廳 一定會關在我的房間嘛 對啊 這樣我就不知道他之後 啊 好擔心喔 怎麼辦 多放一點貓抓板 他就會抓抓板不會抓傢具 希望是 但其實不一定 他就是不爽的時候 然後故意抓不能抓的東西 叫碰槳自己去打工自己去買 我以為你真的要去住宿舍 其實有在考慮 可是因為最近不是小晴 他回去 就是他休息了嘛 對啊 所以就 直接考慮就對了 我之前是有有貓咪 結果都是我在餵 怎麼可以這樣呢 宿舍也不錯 說不定你室友會很喜歡貓咪 室友會講日文嗎 不是他耶 那就變成只有你住宿舍很棒耶 是嗎 可是 如果我現在住宿舍好了 我可能要付那邊的什麼 電費啊什麼的 然後這邊的也要付 所以 現在的話其實還好 欸等等宿舍要繳錢嗎 就是好像 電費瓦斯費什麼的 好像要付的樣子 對 我還以為是公司免費提供 嗯 嗯 房租好像 嗯 我不知道耶 房租好像不用 對 只是電費那是 那都是自己用的東西嘛 對 雜費應該是要自己付 搬過去這邊還要留 其實我在想耶 我在想 其實我可以住宿舍啊 也可以放那邊自己的東西 我現在擔心就是我們家東西很多嘛 就是爸媽留下來 然後我妹留下來很多玩那個 娃娃這種娃娃 小娃娃就好大的也有 我想說怎麼辦 娃娃是可以直接丟在那個垃圾嗎 可是我不敢 我不敢丟啊 是不是 娃娃是拿去回收是嗎 你怕搬不過去 對 真的太多 娃娃 真的太多娃娃了 連我自己的也很多 但是我也不可能全部都帶過去嘛 對 娃娃不能回收 就一回收 那那個呢 毛 嗯 不動 毛炭 毛炭 嗯 床 床 就睡覺的時候那個 毛炭呢 就一回收 想 你怕他們會爬回來找你嗎 有一點點 丟就一回收會被罵 你到台北還要專用丟 更麻煩 對啊所以一定要現在丟啊 現在就開始慢慢丟 應該是 娃娃我都半夜拿去神社地在樹上 娃娃我之前是均給一些 食善團體 喔 喔 可以這樣喔 不然拿去蝦皮賣 喔 我就不能賣啊 賣了就 如果被你們發現怎麼辦 呵呵 娃娃我都拿去給親戚小孩 我在宜蘭的時候丟垃圾都不用 鑽這樣用 就直接丟 著名 不是路卡的娃娃 哇 剪小袋 小一點 磚袋 我要買耶 可以加價買 被發現就偷偷買下來 對啊 被我們發現送的東西被賣了 對啊 這樣怎麼辦 呵呵 這樣怎麼辦 被發現的話我就還要 我就選緬教 我們不會說出來 對 可以後面加兩個鈴 你教你朋友用他的帳號賣 對啊 嘿嘿嘿 對所以我就沒辦法賣啊 但是丟 如果要丟也很麻 丟也有點浪費的感覺 對 但你們應該沒有送我 就是 你們有人有送我那種 我不想要的東西嗎 沒有吧 幸好我都送不能賣的東西 還是我幫你賣 不過不只娃娃你家人的東西不是很多 對 找毕业成員幫忙賣 現在ちょっと売れるなら 売りたいと思ったでしょ いや違うのよ 例えばさ なんかファンの人がくれたものとか 捨てるのもあれだし 他といって売るのも違うじゃないですか って思っちゃって なんか でもマジで使わないものとかあるんですよ 使わないというかもうあの よく知らないキャラクターのぬいぐるみとか あとな そうそう なんだろう そういうのがいっぱいあるんですよ でも基本的にファンからもらうのは大事にしてるんですけど 但是我基本上 你們送我的東西 我都 我都好好用啦 對 因為這個不用擔心 有的搬家公司也有丟垃圾服務 垃圾丟給搬家公司處理 ルカー要 租記三個字 斷捨立 還是你放音箱大家認理 要的好言門口難 可是我我也不想 把你們送的東西直接放拒收區啊 對啊 我是目前沒有放過拒收區啦 對 都是 基本上都有帶我一家 除非真的很誇張的東西 人家從那邊的決斷太嚴肅 所以家裡都會變得很厲害 不是啦 我收拾你的娃娃 不是禮物 我的娃娃嗎 但是 我蠻多娃娃 粉絲也蠻多送我盒 都很多娃娃 對 還有以前的娃娃 居然有拒收區 Luka有想過放拒收區的嗎 這個就不要說 比如什麼會放拒收區 像是太大的東西吧 對 就是雖然很想帶回家 但是 家裡房間真的不夠 然後帶回家也不知道怎麼辦的東西 是有可能會被放 比如說我之前送的 有這種東西嗎 喔 對 兩個小時了 先幫Luka預定天文四集的攤會吧 這個前面的プレゼント 我送的鑽劍了 你有送過我嗎 那不然Luka在劇中去看過最誇張的東西 我不能講 我真的不能講 我怕我脫落了大家就知道 那就是我跟某某成員送的什麼什麼禮物什麼的 不行 這個不能講 可以從那邊拿不要的東西喔 偷偷說我有拿過 我有拿回家過 我有拿回家過 但是 那都是私底下用的東西 不要掉Luka等等 我給不定的東西放的鑽劍去怎麼辦 對阿 應該是沒有吧 我不知道 笑死等等其他成員粉絲走心 對阿 會出事 真的 別人送的也是心意啦 對阿 對阿 就是通常我們還是會收你們的心意 對 但是如果真的不方便帶回家的東西 可能真的會放在那裡 就對了 對 但是 雖然我也有收過這麼大的娃娃 差不多這麼大 我有想說 如果之後又有一個 一模一樣的東西我想說怎麼辦 哈哈 果然還是送卡片比較 卡片比較 卡片就是心意嘛 對阿 都很開心 還是真的要送Luka垃圾袋 跟日常用品嗎 那種東西其實我可以自己買的 沒關係 可以送這麼大的喔 我也嚇到阿 然後怎麼這麼 我要怎麼帶回家這樣 對 但是如果我真的之後又送到 一樣大小的東西 我可能真的 會考慮 因為我 我之後搬家的房間 不可能這麼大 不是會超出禮物大小嗎 上香香豆呢 那是什麼東西 沒有卡片被丟在聚收區過嗎 我不能說阿 我不能說 因為有的規格 限制其實很大 還好我只是寫信 方便入卡會收 基本上信我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丟 絕對不可能 我都是好好的 收下來 我之前是因為禮物走心託粉 後來就一綠星星 真的喔 你是怎麼知道 你是送禮物 結果發現對 那個偶像幾乎都沒在用這樣嗎 營運最長可以到60公分 我把我自己打包都比那個東西小 這些都是秘密的 性質會被姐姐丟 喔對對對 如果性的話 如果內容不ok的話 可能會被丟掉 但是 基本上姐姐說ok的東西 都是完全ok 所以我都有帶回家 這個就真的不用擔心 我才沒有就是看完就好 好然後就直接丟掉這樣 不可能 我之前禮物餐太好 有人沒有發現我送了什麼 我有聽到 我有聽到 這個故事可以講嗎 之前有人送 好像有人送項鍊嗎 然後他送了盒子 然後 但是他沒有把項鍊放在 大家都會發現那邊 是 是不是那個 你放很多紙條嗎 我不知道耶 還是什麼 泡泡 泡泡棉 不知道耶 反正就是他把項鍊 先放盒子的最底部 然後項鍊上面 敷了那個 泡面膠嗎 喔不是不是泡面膠 防曬紙條 對應該是 防重紙條 對對對 然後又上面放了 信還是什麼的 對 然後那個偶像沒有挖到最後 就是完全沒有發現 那個項鍊 懂了下次有機會玩 去開盒 泡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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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姐姐發現 然後又藏回去 這樣 但姐姐不會檢查 會會會 一定會先檢查 所以才說那個 鑽戒 你找到沒有 我真的沒有找到 在哪裡 姐姐好用心 藏到成員也找不到 我覺得姐姐一定沒發現 我不知道啊 洛卡等等開始檢查自己 所有的東西 姐姐我來藏更深 玩尋寶遊戲喔 大家今天直播就到這裡了 大家謝謝你們 快死一點了 我等等要拍照片 對對對 藏我這 一定不會發現 如果有人藏GPS 不是很恐怖 對啊 所以其實我每次帶回家 我把先 那個盒子先打開 然後那個盒子 如果是不需要 我就直接丟掉 然後裡面 像是這種娃娃的話 我會檢查 這邊 然後這邊有沒有 硬硬的東西啊 什麼的 然後再來帶回家 直播辛苦了 謝謝 今天辛苦了 等等每隻娃娃都被剪開 特別是娃娃要記得先檢查 會 娃娃也記得不要對著自己 會換衣服的地方 對 路卡檢查好仔細 早點休息 沒問題 因為我也很可怕 因為我真的蠻常 收到娃娃 對 但是娃娃的話 我已經現在 現在的娃娃我已經很滿足了 所以 新的娃娃的話 對就是盡量 對盡量不要送我 對 直播辛苦了 謝謝 發現音音的結果發現是娃娃 早上結實 因為萬一有不是粉絲的話 有人就不太好了 對 懂了下次GPS不能藏娃娃 不對 有沒有哪隻碰獎比較喜歡的 目前破獎都還好耶 說實話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破獎那麼喜歡擠一擠 我上很小的 很小的就還好 就差不多這 你這麼 這麼小的是嗎 對 對因為現在我現在 現在是吉卡娃的娃娃 我現在已經很多很多可愛的 就是三立歐款的什麼 都超級多 他只喜歡擠一擠 所以我每次都想 今天要戴這個 趕快今天要戴這個 今天要戴這個 送你夾片 夾片好像可以耶 只是我最近也很少用 我發現偶像的指甲比我們還要用心 不是偶像 對不起 對不起 粉絲的指甲比偶像還要用心 不好意思我講錯了 上次握手會就看到很多女粉都用指甲 真的很開心 夾片不是有尺寸嗎 對啊 是粉絲的指甲 粉絲的指甲我不用 開始要用了 新一點東西好了 可愛的太多 對不起 講錯了講錯了 改想一下一些可愛子一樣的小東西 但是只要有你們 其實我已經就很感謝你們的心意了 對 你們的只要有你們的心意我就很開心了 謝謝你們 剛才來研究一下美甲了 你指甲有點可怕 要去找蜜友姐姐做指甲 要去找蜜友姐姐做指甲 是人做指甲嗎 要不要做RUKA 露卡 黃包裡面 包指甲怕爆 美甲好像沒有去 我總會以前去找蜜友姐姐指甲 看到 很讚 送你吃到飽 保隽 可惜強哥是做美甲跟腳指甲 感覺不錯喔 對 我去塗一下 你有做腳指甲 我這樣不會被同事發現 對我也是後來才發現 喔 妍妍原來去找蜜友姐姐 對 我超級開心耶 做美甲完 大家都是變成好姐妹了 對 要不要之後去握手會 有做指甲的人 就這樣 擺一下手 然後就拍照 我覺得妍妍跟妍妍的可以 可以合作 因為都是跟我 我發現你們的指甲 都是跟我有關 超級開心 對 因為指甲這種東西都是 只能選一個東西嘛 對 只能選一個主題嘛 然後特別挑我 挑跟我一樣的東西 我真的很感動 對 當天應該要拍了 對啊 其實妍妍是自己做 海豚跟甜甜圈 對 然後演員是做 上面寫Ruka 然後也有甜甜圈 跟Pon講這樣 未來甜甜圈固定拍照姿勢 這個月就是Ruka夜 謝謝 然後我本人的指甲 是什麼都沒有 對 我到底在幹嘛 可以然後 你就會發現很多甜甜圈 還有海豚 對 大家做完招 下次握手會見 對 可以做紋身貼紙 所以MEO姊姊怎麼預言 MEO姊姊怎麼預言 好像直接 小盒子就可以了吧 好像是 我們男生要一起穿泰拳裤 泰拳裤拍照 應該只有強哥要報名喔 到底誰才是偶像 對啊 到底是 MEO姊姊 笑著你還記得 對啊 印象很深刻 MEO姊姊怎麼突然這麼多人 我先唸版好不好 嗯 我下次做R18 啊是RUKA18歲的意思 哈哈哈哈 好愛吃喔 他們都很想穿啊 是嗎 我今天要唸金日寶嗎 對 OK 今天的第10名 第10名 第10名是OB王 謝謝OB王 謝謝OB王 第9名是PLUS 謝謝PLUS 第8名是米酒 謝謝米酒 第7名是博城 謝謝博城 第6名是強哥 謝謝強哥 第5名是社員 謝謝社員 第4名是妮妮 謝謝妮妮 然後第3名是雷軍 謝謝雷軍 謝謝雷軍 好 第2名是今天 生日的瑟瑟 謝謝瑟瑟 生日快樂 然後今天的第1名是M先生 謝謝M先生 剩8分鐘就2.5小時了 那我就隨便唱一首歌吧 這樣 這樣等一下還要拍照 對 拍完照我才可以去睡覺 還可以去卸妝 對 有點想喝個東西等我一下 他這個裙子也太短了吧 好好喝喔 開心吃泡水 我現在這個裙子太短了 我不敢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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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過去 他隨便唱好了 好喝喔 檸檬的年紀 的日文版好不好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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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動作了 對不起 我還沒想說 音樂想要大聲 結果Key變成Key 轉Key 再一次 再一次 最後一次 對不起 給我機會 教室 教室の窓上 は 日差しの砂時計 你的天氣 在路上走 在海裡的身體 在牆壁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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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つ拳で踏んであげたいの そう私の全て 仰いでもそっと若すぎる果実は もどかしいこの年号 この曲はこの曲を楽しんでいる この曲はこの曲を楽しんでいる 寂しげなチャイムが ボールを止めたとき あなたが一瞬だけ こっちを見たようで ときめきの鼓動に 気づかれたくなくて 窓辺から離れた 夕日の片想い 恋はレモンみたい 真っ直ぐに行けない ほら意味エン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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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びつな形 恋はレモンみたい 甘酸っぱい香りは 不器用な頃 年頃 ずっとうまいから ずっと好きでした でも言えませんでした 教室の窓から見てました グラウンドを走るあなたを 目で追っていました 時々あなたがこっちを見るようで そのために 私はカーテンに隠れていました 練習に疲れたあなたに いつかあげようと思って 私の拳のあなたには いつもまだ 青いレモンがありました 青いレモンひとつ 拳で包んであげたいの そう 私のすべて 青いレモン そっと 若すぎる 果実は 脅かしい この年頃 私の指頭 私の四日 私の四日 そういう最後で 最後の 下火 然後開燈 さらの 然後按燈 然後開燈 下燈下燈下燈 謝謝大家 接下來請您 接下來請您 UniDaisy的reset公園吧 YA AKB48 以前的前座是這樣 這研究生怎麼這麼可愛 這就是Overtune 確實也跳過Daisy的全座 對 但是我從來沒有 因為我一直都是四號位 所以我從來沒有講過 接下來請聽水聲 都沒有 我就是在旁邊這樣 我要推這個研究生 YA 大家請支持研究生 還懷念reset一切都是 眼淚沒錯 不然我一開始唱歌 前應該要就是先說 大家好 我們是AKB48 TeamTP 二期研究生 YA 露卡槍 我是工廷搖家 我是誰誰誰 我是誰誰 我是誰誰 在演出開始前 請聽我們的前作曲 檸檬的年紀 謝謝強哥的煙火 謝謝 初登場好遺憾喔 對呀 沒關係啦 手牽手也不錯 露卡槍啊 強哥忍很久 謝謝強哥 好開心喔 受到煙火 咚咚 好啦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今天的直播就正到這裡了 然後我等一下趕快去拍照 然後就休息 對大家也早點休息喔 謝謝塔羅山的掌聲鼓勵 要我大聲喊一下空嗎 大家今天就先休息 下次直播見 下次應該是IG直播先 再來就是禮拜天 10月1號的直播 目前是這樣 我的東粉裡面有公開我的直播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個的話 就算沒有加 就算沒有續費 也可以看一下 我的行事例表那邊 對 目前 如果要改的話 我也會 改那邊 這樣 對 OK 今天直播就到這裡喔 掰掰 等一下我今天 我原本想說 我今天開2.5小時 那我下次可以開 少開 1.5小時 什麼 但是我下次開是 10月1號的事情 我下次開直播是 10月1號的事情 是不是完全沒有用 好啦好啦好啦 應該是可以啦 同一個禮拜 沒事啦 沒事沒事沒事 很開心今天可以跟你們一起 聊天 2點5小時 掰掰 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